小朋友好,我是新年老师 小朋友好,我是Elmo 欢迎来,启蒙崇拜 今天我们有三位新年老师 你们很久没有见了 所以你们要聆听,还有看哦 好,请问赠拜开始 叮叮叮叮叮叮我 我是雇雅雅雅がら 叮叮叮叮我 我是雇雅雅雅雅雅 gerade 当我们欢迎你 再见 再祝你仔细欢迎 和我们欢迎你 再祝你仔细欢迎 哈喽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立琴老师 你们还记得老师吗 今天老师要带领你们敬拜赞美 老师邀请了允正哥哥 和我们一起的来敬拜 允正哥哥是老师的儿子 和你们一样以前在启蒙班 长大和学习 现在他已经三年级了 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唱第一首的诗歌 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的来做动作 好不好 我欢喜因我属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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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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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唱到好棒哦 好第二首的诗歌 我们会唱这首 我说 主爱我必爱到底 就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 爱我们就爱我们 爱我们就爱到底 主爱我必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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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我必爱到底 我虽然我必爱到底 我虽然我却软弱 主能保守 主爱我必爱到底 是的 我们虽然我们 我们虽然软弱 主还是会保守我们 爱我们 爱到 下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 The B-I-B-L-E B-I-B-L-E就是圣经 Bible的意思 也就是神的话 我们来唱这首歌 跟老师还有哥哥一起来做动作 我们的敬拜赞美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保育老师 他要和我们分享神的话 你们要专心的听 小朋友早 我是保育老师 小朋友你们还好吗 老师已经有好一段时间 没看见小朋友了 今天早上老师要为你们讲故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让我们来看看图片上有些什么 哇 都是小朋友 喜欢吃的饼干 水果 面包 冰棒 如果这些食物是你的 你愿意和你的朋友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一起分享吗 那老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愿意和那些你不认识的 或者没有食物的小朋友 一起分享你好吃的食物吗 圣经里面有一个小男孩 他有一点点的食物 但是他愿意跟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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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分享 小朋友 小朋友你想一想 等一下你的午餐 你能够和几个人分享呢 在我们还没听故事之前 让我们先祷告 小朋友 小朋友 请你们闭上眼睛 和其小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祝福我们所拥有的 求主耶稣 帮助我们 能够专心聆听 和学习你的教导 小孩祷告 帮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圣经故事 耶稣喂饱五千人 这是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也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将神的爱教导给所有的人 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又医治了很多病人 Amen 无论他到哪里 都有一大群的人跟随他 因为他们看见耶稣 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有许多人开始聚集在耶稣那里 大约有五千个大人和小孩呢 耶稣对斐利说 我们要到哪里买食物给这大群的人吃呢 你知道吗 耶稣只不过是想考一考斐利 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如何行这事了 斐利回答说 即使我们工作好几个月 也没有足够的钱给这么多人买食物吃啊 接着安德烈就说 这里有一个小孩 他有五个饼 两条鱼 但还是不足够给这么多人吃吧 耶稣说 先请所有的人坐下吧 耶稣拿取了饼 向上帝祝谢之后 就分给那些人 然后他拿起鱼 也做了同样的事 所有人都尽情地吃 大家吃饱后 耶稣对门徒说 把所剩下的食物收集起来 不可浪费哦 他们就开始收拾 原本的五个饼 两条鱼 最后 剩下的食物 竟然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呢 小朋友 故事听完了 你们可以告诉老师 在这大群人中 谁最欢喜快乐呢 对了 就是这一位 献上自己 一点点食物的小男孩 他欢喜快乐 因为他能够参与 耶稣行神迹的其中 小朋友 请你跟老师数一数 这小男孩 带了几个饼 和几条鱼呢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饼 一 二 两条鱼 就是 五饼 二鱼 小朋友 那你告诉老师 有多少人吃了这五饼二鱼呢 是的 有五千人啊 耶稣真奇妙 他用了小小的五个饼 他用了小小的五个饼 两条鱼 行了大大的神迹 喂饱了五千人哦 最后 最后 所有的人都吃饱了 那还剩多少食物呢 现在请小朋友跟老师一起来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哇 还剩下十二男的食物呢 小男孩 愿意 献上自己一点点的食物 给主耶稣 结果 主耶稣用了这一点点的食物 为每一个人 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小朋友 圣经告诉我们 神喜悦我们 每一个人要像小男孩一样 愿意参与神的事 做他的好帮手 把神的爱传出去给每一个人 那小朋友我们要如何成为神的好帮手呢 我们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好吃的食物 好玩的玩具 我们也可以陪伴唱歌给爷爷奶奶听 把欢乐带给他们 我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储蓄一些金钱 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把关怀带给他们 这一些都是讨神喜悦的事 那小朋友 让我们现在来向主耶稣祷告 请小朋友 闭上眼睛 合起双手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愿意参与你的事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好帮手 就像献上五饼二语的小男孩 小孩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冰心老师 神经纪结晶 神经纪事解释 神经纪事解教 Perfect 观 Dev 如来 小朋友们,主日平安,我是冰仙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背诵的金句是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这一个金句来自约书亚纪二十四章十五节 这个金句来自约书亚纪二十四章十五节 那这一个金句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现在要跟小朋友来解释一下 小耳朵要认真听哦 首先我们指的是谁呢? 我们指的是 大大小小的我们 比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 就是指你们了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侍奉耶和华哦 那必定呢? 必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肯定的意思 非常的肯定自己的信心 肯定自己要侍奉耶和华 一定要 那侍奉呢? 侍奉有很多很多种表现 那比如现在老师跟小朋友在背诵金句 或者其他的老师给小朋友唱诗歌讲故事 这也是侍奉耶和华的一种表现 那还有我们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 唱诗歌 在教会唱诗歌 或者在家里面唱诗歌 都是侍奉耶和华的一种表现 还有呢? 就是要听话 不论是爸爸妈妈 或者老师 或者是我们的上帝 非常的重要哦 这也是侍奉耶和华的一种表现 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 小朋友看看这个 他们在做什么呢? 对了 这个人 他在传讲福音 他在传福音 他在给他的朋友介绍 谁是耶和华 让他的朋友也有机会来认识耶和华 那如果小朋友也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说 耶稣爱你 让他们也来认识耶稣 耶和华 是的 不论在哪里 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要将我们的心 献上 我们要侍奉我们的耶和华 做他所喜悦的事情 听他的话 好不好? 小朋友 能不能够做到呢? 那现在 那现在 冰箱老师要来帮助小朋友 一起记住这个金句 那现在老师读一个词 你跟着我一起读 好不好? 我们 必定是奉 耶和华 有没有跟着老师一起读呢? 我们再来一遍哦 老师读 你们跟在后面读 好不好? 我们 我们 必定是奉 耶和华 约书亚记 二十四章 十五节 约书亚记 二十四章 十五节 非常好 小朋友 那现在 老师想问小朋友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汽车的轮子 这首歌 那冰箱老师把这一个 金句运用到这首诗歌里面 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 更快的记住这一个诗歌 那如果 你的家里有一些小乐器 像老师有这个 加版 那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 或者你也可以拍手 好不好?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 看看怎么样来唱这首 这首歌改编的歌 好不好? 你先认真地听 冰箱老师怎么唱 我们必定是风 耶和华 我们必定是风 我们必定是风 耶和华 也和华 也和华 我们必定是风 也和华 也和华 非常棒 那现在最后一遍的时候 老师要加快一点点速度咯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快一点 预备 准备 我们必定是风 这一遍 我们可以在她的旁边 轻轻地哼这首歌 把这个金句加入进去 这样子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他们 记住这个金句 好的 那小朋友 我们下周再见咯 好 好 好 感谢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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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